10万订阅就差你一个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哇今天台北股市跌得跟猪头一样 最多跌了368点 收盘跌了319点 319点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319枪击案 今天好像台北股市被枪击一样 同志朋友没有想今天是不是被枪击了 被枪击了 杀得跟猪头一样 前一阵子带头杀的3443的创意 今天没有跌停了 我没讲错吧 今天最高拉到 还拉到平板以上 还有同志朋友去抢 明天我带你做了 献股当冲了 好不好 明天比较有机会做了 你看他最低拉到1375 又给你拉到平板 又给你杀下来 但是还好收盘价在1400以上 来我教同学高档2000块 2000块乘以0.7多少 就是1400嘛 对不对 他还守住1400 今天有放量 今天当冲的一定很多了 不管你做多冲还是做空冲 当冲一定很多了 那今天3035的资源也跌停板 对不对 也是一样啊 400块乘以0.7不是280 Just make 那有人告诉你说这边先买一张 不用了 我一张都不用买 我告诉你他会跌 我说都还来得及 跌破300再说嘛 我有没有事先告诉你 有嘛 老师 爱普也跌停了 爱普你如果不买他就不会跌停 为什么 今天因为有很多人认为 每次爱普 开低都会走高 对不对 我叫我的会员一张都不要买 一张都不准买 一张都不准买 因为很简单啊 你每次看买这里冲这里买这里冲这里 你很爽啊 你想冲啊 我知道你想冲啊 结果一跌停板 卖不掉怎么办 又怕我约交割 那只好卖掉啦 对不对 那你认为爱普明天会再跌停吗 有人发问了他说 爱普明天开法说会之后会不会崩盘 要不要平利平损 好要不要停利平损 我告诉你 按照道理来说嘛 3443的创意 对不对 开法说说不好 所以他两根跌停嘛 但是就我所知道 爱普他一项法说没有说不好 那明天开盘就知道了 刚好回补这个缺口 我问你啦 300块拉到400块 是你买的吗 不是吧 对不对 我们会员买310320好不好 这个拉上去 拉上去是外资买上去 不是我们买上去的 明天 明天 今天晚上 加入Taggo你就知道了 今天晚上W1788我会告诉你啊 对不对 今天说实在啦 今天爱普会跌停 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认为今天爱普 应该不会跌停板 因为爱普 他从来没有一天跌停板过 即使从900多块跌下来 他也是跌残跌坛跌坛 那今天为什么会跌停 因为有很多投资朋友 就在想啊 哎呦 我360买 3007冲 我350买 360冲 你们每一次就这样 买啦冲啦买啦冲啦买啦冲啦 结果呢 再买 你又不想流畅 看到跌停就试价卖 他今天才跌停啦 天狱呢 看一下天狱 天狱还在140啊 他减资还没有公布啊 天狱140不会赔钱的啦 干不会跌啊 现在就是重重点是减资啊 他什么时候减资 我哪知道 公司又不公布啊 我怎么知道 每一支都会跌吗 3105的纹帽就没有跌啊 那我为什么告诉你不会跌 因为很简单嘛 他上一次也是跌到这个位置啊 隔天就收红啦 隔天再收红啦 他会慢慢吐吐吐吐吐吐 吐到180以上啊 吐快一点的话搞不好三天五天就来了 吐卖一点的话也吐一个月也吐得过去啊 那股要不是做一天的 那为什么他不跌 老师他昨天前天的法说不好 昨天中错今天就不跌了 对不对 啊怎么办呢 啊怎么办呢 对不对 2388的威胜 对不对 啊 有没有 我又跟你讲啊 80块买啊 咚咚咚咚咚咚咚 涨到150当然卖掉啊 阿威胜止跌没有 这样说嘛 哎这种这种下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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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三天三五的资源一样 这样子下来的股票没有可能马上会上去啦 有人告诉你说资源买一张 一张都不要买 要买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好不好 啊 搞不好明天就可以买了 那来 左堂堂问天玉成本258 258的258 258是买258是很久了 我跟你讲啦 减制以后就200多了 减制以后就200多了 他现金增值价是255 后来255现金增值又拉到290几 他没出就不要出了嘛 他现在要减制嘛 什么时候减制 我们打电话去去天玉问他也不讲 他说依公告 你成本如果是258 那你应该是经历两次的配息嘛 你一次配是配12块多嘛 一次配8块多 两次配了20几块嘛 那20几块你现在的140再加20几块 你大概是160嘛 16258你还赔钱嘛 那减制完以后你就开始赚钱了嘛 那你不会做短线 就不要做嘛 那就给他摆嘛 减制以后就200多了 对不对 还没有问题 还没有问题 金星科的支撑 来金星科 今天金星科还拉上去呢 好我问你啦 金星科也是背离了啦 也是背离了啦 跟3105的文貌一样啦 金星科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明天应该就涨了啦 但是我们做股票是这样 他明天应该是涨了 今天沙盘其实也不中 他今天算跌最少的 今天算跌最少的 那明天先挑战440吧 那再来金星科就要公布营收了嘛 那公布营收 因为金星科我们这一档股票 那基本上在这里 这里有做一下价差 这里也有做一下价差 现在就没有做价差 没有做价差就算了 就抱着吧 我认为明天啦 你看会不会到440 你自己用看的吧 那400以下 我认为跌破400的机会不大 就跟 就跟3105的文貌 你说要再破这个低点 机会也不大啦 即使再破 他也会收红棒 即使再破 他也会收红棒 听懂了吗 倒是 如果说明天可以的话 这一支股票应该可以做 挡冲会比较好做 那怎么做 W1788标股极限峰 我会跟你讲 那今天为什么爱普会跌停 我的判断一定是有人 365买 375出 360买 370出 想说每一次在这样子都会反弹反弹出 结果没想到 在这里买 拉上去没出 看到快跌停了 对不对 一成交跌停他就用市价卖掉 其实今天跌停的成交张数很多 但是我认为都是怎样 都是被当冲的人冲完了 所以今天当冲赔钱赔最多的 我认为爱普今天是其中一名 除了爱普之外 尾影也一样 除了尾影之外 尾创也一样 尾创搞不好赔的 赔的比 当冲赔的比爱普还多 因为尾创的成交量比较大 18万张 你们搞死人了 你们真的搞死人了 还是光宝哥 光宝哥也十几万张 搞死人了 还是广达 广达十六万张 广达十六万张 爱普只有一万多张 所以今天当冲赔钱的 爱普不会第一名的 不是违影 就是违创 就是光宝哥 就是广达 拜托你们不懂就不要乱冲 我问你 今天一开就没有糕点 你冲个屁 今天一开 这个冲一下还有道理 因为他有骗你 对不对 一开冲上去 那一冲上去不出 叭停 这个冲 伪创 一开都没有糕点 你冲屁 冲 十几万张 说实在 爱普也是一开没有糕点 你冲屁 你冲什么冲 你以为都冲得掉 你以为跟昨天一样爱普杀下来 昨天杀到370又拉到390 你以为都这样 你以为跟那天一样杀到360又拉到400 想太多 今天明明行情就不好 你就不要冲 老师 尾盘为什么跌停 因为很简单 一定是买了要当冲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今天是跌破五日线 但是还在月线季线 半年线 所有军运都要往上了 那明天呢 明天要开盘要过这个点 如果明天开低 开低你不会用看的 我告诉你 你们要学当冲 你们先记得 开盘开高开低都不要看 他如果盘中有拉到平盘 就代表有人在买 不会是你买 也不会是我买的 他如果明天有拉到平盘 有往上走 我们再来当中 好不好 连高点都没有你拿来冲 对不对 新唐股价最高200 股本只有新兴的过150都很难 这样该不该出 新唐 新唐这里也是底部了 他的底就在这里 如果你不欠钱的话 你在这120这边 就没有必要卖了 那什么什么卖 反弹 大概140左右 老师现在才120几 会不会到140 你注意看吧 他也是一样 他8月4号要法说 会不会变成法会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天狱要加码 来有人问到天狱要加码 你如果说做中长线的 140以下 你就买一些 但是你记住 因为他要减资 减资以后一张 就是1000股变成650股 对不对 所以你买一张就变成650股 那你买三张就变成三张 三张乘以0.65 大概就变成3618 变成两张 你三张变两张就对了 对不对 这档股票我没有看那么烂 因为减资完以后他会动 这个道理跟什么2327的国据一样 国据今天好像没怎么跌 对不对 国据减资完以后是不是 他减资以前都没涨 减资以后是不是 从300多块涨到快600块 涨到500多块 有没有 有没有 对不对 那你认为天狱减资以后 会不会上去 做中长线的 可以 好不好 这样回答很清楚 我没有叫你帮我抬轿 反正140以下 就是这样 你也不需要去抬 你也不需要去追 老师 本周这样跌 是不是主力外资法人 在砍散户的融资 和砍短线当充客 对 那我问你 6531的爱普 对不对 我们把它放大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说 130几做到240几 160几做到340几 200多做 270做到360 还有我们300块买 310买 320买 400块没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来 各位 今天比较不漂亮的是 因为这个360 今天有跌破 但是这里有一个缺口 有没有看到 这个缺口是谁买上去的 是外资买上去的 不是你买上去的 也不是我买上去的 我买它不会上去 你买它也不会上去 我所有的会员买也不会上去 对不对 你以为我会员买上去的 没有 我们都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买好了 就等它涨 是说到400块的时候 最高我说会到400 老师你到400没有出一趟 因为我本来认为 这里是300 这里是360 以国60块来算的话 300 360 360再加60 是420 所以我认为是这样 再加上它要举办法说 所以我认为OK的 但是今天会跌停板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有人这里买 这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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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的人不管在哪里买 因为看到跌停板 他就市价卖掉 你是不是今天乱当冲 你今天有没有当冲 你今天都没有买卖 你就对了 你今天有当冲 你就错了 如果你不管冲在什么位置 你尾盘一定要冲掉 你就赔钱 我这样讲听清楚吗 3035的资源 我有没有救到你 我说300块以下才买 我难道骗你了吗 老师 我们只买一张 我买在300块以上 一张都不要买 当初199我买的时候 我告诉你会到400 你们都没有人相信我 200多块就卖掉 对不对 我们卖到350以上 对不对 老师你为什么会卖到385以上 因为那时候被警示 被警示我们就先卖了 23388的国具的卫生 我们也是一样 被警示了 大概130就卖掉了 有一些会员参加 他说他有买 那150也叫他卖 150有卖嘛 对不对 然后再不得已 130几也卖掉了 现在又下来了 我们讲话都实实在在的 有问到3037的欣星 欣星我没有研究 欣星猴子 听口 我告诉你 欣星每天都有利多 每天都有利多 每天都什么3A的 这种股票 我不会做好不好 你去找那个天上飞的 他大概还没听损吧 还会说欣星今天可以买吗 对我知道 问欣星啊 老师明后天还会这样杀 我的研判应该不会 我的研判应该不会 老师 明天的爱普可以买吗 加入Telegram好不好 我们看今天到底是谁在卖的 如果今天外资 因为外资 光这几天已经买了快一万张了 对不对 如果是外资 没有大量调节 那明天就可以买 因为是外资买上去的 那外资会不会卖下来 也有可能 外资是有钱的大散户 不然怎么办 对不对 明天要当冲的话 我已经招好标的了 明天要当冲 当冲就是你不能打到跌停板 你如果股票会打到跌停板 你当冲也是卖不掉的 那你要变成违约交割 对不对 那明天当冲哪一支 W788 标股及先锋 谢谢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现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适审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告词 拍摄 啊 的 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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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